兵种落在海面上会发生什么 这又是一位小伙伴抛给我的难题 大家都知道部落冲动的村庄三面环路 一面临海 只得把兵下在海面上是肯定做不到的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构想 咱还需要借助空气炮和大气球的力量 空气炮可以把大气球吹到海面上 大气球里撞在原兵 手动摧毁后里面的原兵就会落下来 空气炮旁边还放了一个部落城堡 里面有一个英雄猎手 等会儿下安兵后 英雄猎手攻击它可以使其减速 能让空气炮吹得更圆 准备就绪下面进行第一轮测试 先放个攻击速度比较慢的雷龙 看看什么情况 可以看到雷龙被英雄猎手攻击后 原本就很慢的移动速度变得更慢了 被空气炮越吹越圆 一直吹到了海面上 而当雷龙被吹到海面上后 英雄猎手就不再攻击它了 就站在原地不动 看样子是不会拥有 那么下面再给援军加个空军 看看他会不会攻击被吹到海面上的雷龙 OK大家可以看到 飞龙宝宝一直在追着雷龙打 很明显是可以飞到海面上的 最后咱再把大气球放上去 看看会发生什么 依旧遭到了猎手的攻击 等它慢慢飘到海面上 好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咱们手动摧毁大气球 看看里面的冰种会不会落在海面上 大家没有看错 当大气球里的冰种落在海面上时 游戏就会自动闪退 我反复试了几遍 都是这种情况 并且当你登上游戏查看回放时会发现 大气球并没有被摧毁 而是就这么在海面上被空气炮吹了三分钟 看来冰种落在海面上这件事是没法实现了 也对有好奇的小伙伴有个解答 有其他关于部落的疑问 也可以继续私信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 我是从前是大神 我们明天再见